主持人们大多知识渊博 通情达理 主持功底深厚 像明星一样魅力四舍 在其岗位上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干着本职工作 为观众们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经历 然而近几年却有不少主持人 因意外离开去 沈旭华英 西洋红 节目被大众所数值 她的主持风格颇受大众喜爱 本是前途一片大河 然而这一切都定格在了一次聚餐中 饭桌上沈旭华英接听电话走出了包房 她原本想到安静的消防通道接打电话 没想到这里尚未完工 沈旭华没注意一下 彩空从二楼摔到了一楼 最终因头部伤势太重不幸去世 这铃喜欢她的观众们都感到唏嘘不已 而说起卫笑也是让人心疼不已 卫笑曾是无锡电视台的主持人 她主持的今晚六时深受观众喜爱 尤其是标志性的卫笑十分可爱 在电视台的前几年 虽然辛苦 但卫笑十分敬意 经常加班很快变在主持人 我们就一起来 事业顺风顺水 爱情也十分甜蜜 与男友相恋多年 打算步入婚姻殿堂 可是谁也没想到 因为还是打破了这份美好的幸福 领完证的第二天 两人乘车散回无息 路途中遭遇车祸车上的乘客伤亡惨重 卫笑也没能幸免最终伤众而亡 而那个结婚仅仅一天的丈夫 也如她在卫笑刚离开时所说的话一样 将卫笑永远当成自己的妻子 至今没有再去 如今噩耗再次传来 著名主持带妻子开飞机度假 不幸坠机双双遇难坠毂瞬间被拍下 俄罗斯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亚历山大 科尔托沃伊 在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时 由于突发故障导致飞机坠毁 当飞机坠毁后 燃起了熊熊烈火 在短短的五分钟内 就被完全烧毁了现场状况相当惨烈 当时飞机上 还有一名33岁的女性乘客 两人在这次空难中均不幸丧生 亚历山大 科尔托沃伊是当地一位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 他幽默的主持风格也收获不少粉丝 然而当他的粉丝知道消息 纷纷地不肯相信 据悉亚历山大和妻子 还予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 如今孩子尚未长大 便失去了父亲 让人痛心万分 适者已适 愿他一路走好 我一路走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